你是不是烦他了 确实有点 是烦他是吧 有点 有点 就属于那种看见他 别说搂一下轻一下 连看都不想看一眼 是那意思吗 不是 不是吗 不是 那你烦他干什么 他又不爱你什么事 他只愿意跟着你 你打篮球他在旁边看着 你做作业他在旁边处着 他不妨爱你啊 关键是我打篮球的时候 他不让我去啊 他总说 我打得光顾自己了 顾不上他了 打篮球你也不让他去啊 我只是觉得我去找他了 他应该多陪我一下 人家总得有点 自己的活动空间吧 你在那看着他打篮球 帮他买买饮料不行吗 连打篮球都不让人打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人家干点什么都不行 对不对 我开始同情你了 我终于理解你那无奈的面容了 你也别太烦恼了啊 如果你真的觉得 看见他已经很烦了 你觉得他步步为营 已经逼得你喘不过气来了 不要逃离 你索性跟他说 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要过 我忍不可忍 我就无需再忍 不如咱们分手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受不了了 你就今天提分手 但是如果你觉得 他如果能够稍微退上三尺 彼此之间还可能有距离 因为距离才能产生美嘛 对吧 别赶他赶得那么紧 好不好 重新开始 灿烂的明天 就这样 其实思考一个问题吧 什么样的女人是有魅力的 每个人眼里的魅力女人不一样啊 至少在我看来是独立的 在恋爱的时候 你能看到他 面对爱情的那份憧憬 那种依赖 那种依靠 在他没有爱情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疼他的时候 他依然表现出一个女人的自信和稳定 我相信那样的女性 应该是挺有魅力的 什么样的男人是有魅力的呢 一样吧 不依赖 不依靠 独立 自主 想一想吧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现在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以后你能给我多点时间吗 可以 就是我听完老师的话 就是我以后可以改 可以给你多一点时间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跟我冷战或者怎么 其实我还是在乎你的 以前做那些事 就是为了能让你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真的不想让你成为我做事的阻力 以后你做什么事情 我也可以支持你 帮着你 希望你可以说到做到 谢谢两位请回吧 这恋爱谈的 好痛苦啊 来请关门 一段大学里的恋爱 谈得让男生觉得窒息 如此恋下去 其实女生也就失去了自我 我们来看看这对恋人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好啊 对不起 错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从这儿带妹妹 好了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对恋人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希望你以后说到做到 不要再跟我冷战 其实我也不想跟你冷战 我也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要保持一备诗 这个送给您好吗 谢谢 以后不许领战了 臭小子听见没有 希望他们在未来的生活里能够克服困难 一直地走下去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备诗爱情保险记 附老师 爱宝官微的网友提问说 我男朋友在别人面前特别大方 动不动一顿饭就七八百 去个酒吧就一两千 但是从来没有送给过 一次礼物 也没有鲜花 他怎么说呢 跟我说以后我们俩就是两口子了 不用在意这些 这些真的不用在意吗 一个宁愿在朋友面前灰心如土 却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一毛不拔的男人 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 也不愧有真正的爱情 失去这样的男人不足为戏 谢谢附老师